汽车自杀式降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表面上看是因为新国流币标准钥匙是 汽车销量下滑48.48% 这些都是表面症状 不是症结所在 汽车降价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全民负债的周期已经到了 两会期间公开了一个数据 我们有8亿人负债 除了老人孩子 你想想吧 几乎是全民负债 有4.2亿人面临还不上贷款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全民负债 答很简单 房地产 央行每一次印钱放水都要有对应的资产 才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在过去的20年 房地产是最好的蓄水池 我们一直觉得货币超发对应的资产是房子 其实不是 货币超发对应的是打工人的房贷 无论印钞4万亿还是28万亿 最终这些都会变成他们头上的负债 房地产繁华过后 全民负债的周期已经到来 居民杠杆已经加到了顶点 哪还有钱去消费 体现在经济上就是汽车销量下滑 2023年2月份 隔铁龙C6的销量仅为55台 那么车企集中的省份GBT开始下滑 与汽车产业深度绑定的地方财政 开始轰轰烈烈的补贴就市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其实各个行业都在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萧条 只是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而已 在房地产欠下的债 终将在各行各业还回来 杨慧有代表提议 免去欠债人的债务就可以刺激经济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不管能不能实施 但是从侧面验证了一个问题 通过负债吹大的房地产泡沫 已经让各行各业感到了缺氧一般的窒息 今天是车子降价 那下一个是什么